我发现跟日本贵妇做同事 没有一点心理承受能力是不行的 下班同事说要带我去吃烧烤 本来吃烧烤嘛 坐车去是很正常的 可他们让我坐这种车去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呢 这辈子第一次坐这么长的车 坐在里面的时候除了觉得有点夸张以外 别的倒也没觉得什么 可当车停在闹市区 在众目睽睽之下下车 真的是让你尴尬的想立刻消失 还好烧烤店从外表开上去没有那么夸张 下车一只 有人在看我 不会是什么明星从车上下来 结果下来的是我 尽管老板说凡是这桌上有的菜 都可以随便点 点完让小哥帮你烤就是了 可你们看看这墙上没有标价的菜单 谁敢随便点呢 饿不腰 我也不知道小哥用的是什么方法 竟然能把简单的食材 烤得那么好吃 还有这从来不敢尝试的银杏 本来以为会吃不惯 这个银杏好好吃啊 吃起来有点像土豆的味道 天知道我点这串牛肉 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 沾条撩尺 入口吃话 既然吃了肉就必须来点饭 直到小哥烤的味噌饭团上来 咬了一口 我忽然明白小哥烤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好吃了 饿了真的什么都好吃 它可能没这么好吃 但可能我饿了它就是好吃的 自从点了牛肉串以后我就开始放飞自我 沙飞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让人不安 新鲜是新鲜的 就是等的时间太长了 老板怕我等的无聊 就拿出收藏多年的相册让我看 里面总会奔出这么几张熟悉的面孔 我这边倒还可以看看相册打发时间 肯你们看看对面的小哥 它一直都是跪着的 这么一顿三万多的烧烤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